哇 哇 人的话不多 想吃什么跟我说 大友 我是胖猴子 老姐们 今天 我准备了点 猪大骨 咱们今天 降大骨吃 好像是也没有做的 现在呢 咱们去把大骨清洗一下 走 锅中加水 大骨冷水下关 加入巨星三天克 葱姜 尿酒 点火 煮好的大骨 咱们捞出 去给它清洗一下 把清净的大骨头放在高压锅当中 咱们给它马整齐 加水 来 加甜面酱 豆瓣酱 料酒 加入两个卤肉包 鸡精 生抽 然后来点红烧酱汁 咱们上色用 这样颜色会更漂亮 最后再来点盐 在这儿 桌上卡炉 桌上卡炉 老姐们等上气以后啊 咱们 炖上的四十五分钟就好了 静静的等待了 老姐们 出锅喽 打锅 咱们给它出锅 直接炖脱骨来 再炖脱骨 哇塞就已经炖了 老血们,哇,实在也太香了 而且已经炖的非常脱骨了 咱们现在来一块,来一块这个 这个我看这肉 哇,你看这肉直接掉下来了 哇,太香了 哇,太香了 哇,哇 哇,给你们看 骨头都软了 哦,好烫 你看这骨头 太香了 来口酒吧 啊,爽 哇 哇,真怪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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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盒骨头 哇 哇 哇 这盒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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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酷了 太酷了 嗯 哦 還是肥子 沒什么肉 哇 两个树式 哇 真是太肿 哇 哇 哇 我都要不如我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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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有些人 我都是在你做的 很難的 我也是想知道 我也是想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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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想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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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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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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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嗯 等一下 吃不吃 吃不吃 可以 吃不吃 嗯 好了兄弟们 今天视频就到这吧 喜欢我小伙伴去转发朋友关注 再见 哇 哇 多来点 多来点 五花做什么样啊 好不然 脆皮五花 烤啊 什么样 哎太棒了 哇 家伙伴 我又回来了 今天 呃 又买了十多斤五花肉 呃 脆皮五花 因为上两天有个粉 粉丝告诉我 想看我做脆皮五花 也想看我尝尝 今天满足他 呃 搞了一点 五花肉 走你 五花肉放在盆中 把五花肉啊 咱们 把烧过的这个地块 烫点 嗯 加入 味精 盐 鸡精 鸡精 十蛋浆 这个可以多来点 味鸡鲜 烤油 胡椒粉 然后给它抓拌均匀 给它腌制一会儿 这小味儿捞着一下就上来了 哎呀还忘了事儿 也别牵了 再加点葱 再来一点料酒 好 咱们这是尿酒 啊尿酒 哈哈 再加一点尿酒 取行三线课走了一个剑客 没浆了 哎 好了 刷拌均匀了 然后咱们腌制上它二十分钟 嗯 现在呢咱们去把炭点了 做 烧炭 咱们现在把五花肉啊 嗯 挂上 挂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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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烧好的炭咱们直接倒入到炭盆里 哇 咱们 再去上一点 这样它 驱航时间还长 多加一点 走 把菜啊 放到这个炭子里 让它 先给里边预热 好了 哇 已经很烫了 咱们现在把五花肉 嗯 放到里边 哇 哇 哇塞 哇 家伙们 这个东西啊 咱们这个炉子有个弊端 它下边啊 下边这块 哎 这火比较近 然后现在已经烤好了 上面这骨肉呢 挨着火的它比较远 所以它烤不了那么好 但是你听这个动静 你听下边这骨肉的动静 但是你现在听上边这个 上面现在还差点火候 咱们呢先把下边这骨肉切开的 哇塞 哇塞你看 一切一刀油 这有料 好好好 你去这个 我尝尝这块 哇塞 哇 我尝一块 香了 哎呦 哇 太脆 太舒逃了 哎呦 再一尝我 来 兑一下子 你尝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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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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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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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先拿个 哦哦哦 老香啊 老香啊 我给你尝尝 你尝尝 冒牛 一会儿一会儿我再我再干嘛 咱把剩下那骨肉啊 再放低点再接着烤 嗯 然后咱把那几根剩下边那一骨肉 全给它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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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炫了 哎呦 哎呦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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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嗯 大不过去 哇 家人们 我是真不敢吃这个东西 但是我刚才已经尝了一块了 我还想再尝一块 说实话今天弄的这个 不太成功 哇塞 就没成功过 我做这个脆皮五花 哎呀 我真不太敢吃 就糊了这块 这是瘦的 嗯 哇 哇 嗯 哇 还是没没没烤 没烤那么好 如果要是烤得特别好了以后 也没这么多油 咱们 咱们烤了将近两个小时 味道蘸的料 一点毛病没有 待会儿可以看 你看这个了吧 虽然就是说模样不太好了 但是它已经把所有的油脂都烤出来了 就是 很酥 因为它离 它离 这个下边的火太渐了 它现在基本上已经 有点炭化的感觉了 咱这是买了一百 一百六十块钱的肉 是吧 一百六十块钱的肉 一百六十块钱出了九条 但是咱这个 你不能 其实也不能那么说 那咱这个条还大的 好了家伙们 总的来说 还是 也算成功吧 然后 我们现在虽然今天没做好 最近一年多不做饭了 这厨艺确实是不大行 但是就是说经常做饭那会儿 这个脆皮五花我也没做好 所以说家伙们 这个东西 轻易不要尝试 挺糟糕东西 那没 那剩下这嘴怎么办 那哪天不行 再炖炖它吧 好了 今天视频到这儿结束了 感谢你们支持 拜拜 哎呀 哎呀我是真 其实我挺小吃的 但是我真不敢吃 这个东西真是太棒了 两下话不多 想吃什么跟我说 大家好 我是胖猴子 天啊实在是太热了 今天 咱们补一股 好像跟天热没什么关系 今天我准备了一块羊排 非常棒棒的一块羊排 咱们今天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豪门羊肉 豪门羊排 准确的说是 咱们先准备一块羊排 把羊排改下刀 咱们先准备一块羊排 把羊排劈开以后 再改下刀 改成小段 羊排冻开 咱们给它焯一下水 加入料酒 点火 童哥,你点火了,然后把生蚝弄下了 不想点火了,那两天早就不怕了 老有点不恰当的行为 也就你 干煸一下吧 干蒸,蒸了三五分钟就行了 咱把羊排啊,倒入干净水里,给它清洗一下 起锅,烧油 油热以后,加入葱姜,花椒 爆一下香 炒出香味以后,下入羊排 羊肉炒至微微变色以后啊,加入甜面酱 味鸡鲜 焯抽 翻炒均匀以后,加入几块冰糖 然后咱们不用加水,加入一罐啤酒 最后,云点老抽,咱们上一下色 给它翻炒均匀 然后咱们盖上盖,焖上五十分钟 我提前啊,把生蚝啊,煮了一下 然后咱们把它取出来 起锅 煎火,烧油 一点油就可以了 咱们把锅润一下 咱们把锅润一下 有热以后啊,咱们把生蚝啊,煎一下 咱们把生蚝啊,煎至两面金黄 咱们把煎好的生蚝啊,放入到羊排当中 盖上盖子 盖上盖 焖上五分钟 老兄们,咱们关火出锅 哇塞,非常棒 然后咱们把它盛出来 哇塞满 在炖的时候啊,就已经飘香四溢了 我实在受不了了 哎呀,我得赶紧尝一块 这羊排 来一块肥一点呗 看,咱们看 还带一块小肥肉 我给你们尝一口 汤,哇塞 哇塞 我尝一口汤,哇塞,都非常得啊 这小羊肉,没劲 嗯,你来吃 nice 嗯 爽 敬老铁门啊 哇,这个东西真是太棒了 吃了半天羊排了 咱们尝一尝这个生蚝 哇,这个生蚝是真的鲜啊 我现在才深刻的理会到这个鲜字 为什么是鱼羊 这个鱼啊 其实代表着海鲜 我感觉 这羊肉跟海鲜配合一块真是 味道真是赞 哦,这个鱼羊肉 这个鱼羊肉 那个鱼羊肉 是对那 里面的鱼羊肉 真的都说有两道鱼羊肉 也许多鱼羊肉 这道鱼羊肉 这道鱼羊肉 看,这大黄瓜 有劲儿 我跟你说,老亲们 这小黄瓜 哎呀,绝对没质了 贼甜 而且特别 怎么说呢,好像好吃 嗯 我的劲儿 老天们,真的好吃 啊 啊 猛着了 啊 好了,好 今天是明星到这儿吧 喜欢我的小伙伴,记得转发我评论关注 再见 再见 哇塞 人家想话不多,想吃什么跟我说,大家好 我是胖子,今天 今天 可算买了点好东西 看,大猪肝 咱们今天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咸水猪肝吃 那么废话不多说 咱们先把这个猪肝改下兜 把猪肝上面这种白色的东西 咱们给它去掉 咱们再改下兜 把改好兜的猪肝啊 咱们这用清水清洗一下 然后,挤一挤 把里边的血水挤出来 这样 这样,猪肝就不那么腥了 咱们准备一锅水 下入猪肝 加入葱 姜 白酒 点火 焯好水以后,咱们 捞出,清洗 还挺漂亮的,这种大树叶这个 你看 我先问你看 吃吃 锅中下入椒 葱 八角 桂皮 香叶,辣椒 再来上几身花椒 再把猪肝放里边 然后点火 好了 点成火以后啊 咱们煮上二十分钟 咱们把猪肝啊 捞出来 放到冰块上震一下 煮好以后啊 我就在汤里边泡了十分钟 让它更加入味 然后 咱们拿冰震一下 下面咱们调料汁 加入蒜米 味鸡鲜 香醋 蚝油 香油 白糖 盐 鸡精 然后搅拌均匀 哇塞 这么热的天 咱们喝瓶啤酒 爽 哎呀 老天白 尝尝 咱们的节奏 看看小猪肝 特别哇塞 嗯 非常棒 嗯 真的好吃啊 哇塞 老天白 真的 嗯 做咸嘴猪肝啊 那其实按说里边应该放点盐 但是我没有放 咱们靠这个完全是靠这个料汁 再给这个猪肝提味 为什么我没有放盐 如果你放盐多了的话 这个猪肝表面非常非常咸 里边 里边还是没什么滋味 但是这个东西不能炖的鲜特别长 炖的鲜长了以后 里边就老了 你嚼不动容易 所以说 我今天相当于是卤了个猪肝 也不再咸水猪肝 最nice的就是咱们调这个小蘸料啊 嗯 就跟网友们说的是 蘸鞋垫都好吃 哈哈哈哈 确实非常棒啊 嗯 我来喝啤酒 就老皮啊 哇 实在太凉了 其实吃点肝挺好的 还明目 我今天吃的非常贵啊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吧 喜欢我的小伙伴记转发评论关注哦 再见 哎呀 这是这样 哈哈 再见再见 老弟们 你 你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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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